各位編維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珠仔 今天是星期日的晚上 差不多是九點幾十點的時間 珠仔要推介一隻很厲害 Unite with Bruce的Citizen 這隻是限量版的系列 一隻限量版 應該是三個月前推出的新款 這是一個環保概念為主題的 一隻星神的高端手錶 因為它的定價是14500元 究竟這隻手錶有什麼厲害呢? 首先它採用了環保概念 就是EcoDrive EcoDrive出於一個光動能 就是環保的光動能 另外最重要是它有一個很特別的Dial 像不像之前珠仔介紹過 好像雞泡魚那款的Foodie Frame 噴墨的顏色的標盤 其實顏色是相約的 都是一個墨綠色藍綠色的標盤 純粹整個設計都是圍繞著環保概念 這隻標就是一隻光動能的太合金 我們稱為超級太合金 超級太合金的手錶 也寫著三點位置 Ettisa Citizen 這個系列 這隻標採用了超級太合金 超級太合金 它在原來的太合金上 加上了Dual Attack的圖層 甚至乎那個標圈 也用了DLC的電腦 防刮花的 而標帶也做了Dual Attack 它自家Citizen 獨有的圖層 在太合金上 對比這個不鏽鋼 就是硬了五倍的 內磨的程度 也是比起不鏽鋼 或者普通的太合金 很厲害 這隻限量版 全球限量2400隻 豬仔偷看一下 我都沒看過 我們這隻是第幾號號碼 因為豬仔只有1隻貨 今個月只有1隻 豬仔之前有標迷 已經跟標迷訂購了 上個月已經拿了貨 我相信它應該覺得 很漂亮 沒有銷號碼 它就寫全球限量2400隻 但看不到銷號碼 好 我翻到正面 正面採用了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這個藍寶石的玻璃錶面 也做了防反射的塗層 所以你看到玻璃很清 清得好像沒有裝玻璃 透過這麼清的玻璃 你看到星空的標盤 我自己的兜子有星空的顏色 一個綠加幻彩藍的顏色 一個綠加幻彩藍的顏色 這個標是世界時區時間的手錶 你看到DULATECH的DLC塗層的標圈 也擁有26個地區時間的時間 也內置了 而且這個標除了光動能 世界時間 還有電波接收 五局電波接收 分別是美國、歐洲、日本、中國 有五個電波接收 電波五局 這個標也是有計時的馬錶功能 整隻標很輕 這個標只有95克 充滿電可以走到六至八個月 它用上了Milta H800機心 標帶也是做了太合金 標學也做了太合金 標圈也是太合金 加上DLC 標學、標帶就做了DULATECH的套層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 看看機心 機心設計就是 兩點位置的按鈕 按鈕 你見到是一個計時圈 上面是歸零 當它計時的時候 當它計時馬錶針轉夠一圈的時候 這裡跳一格就為止一分鐘 開始、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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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看到它已經歸零 我們試試按住它 去到星期日的狀態 指著星期幾 我再停 上面還有一個動力儲能顯示 這裡好像有一條條條紙 其實最頂就是一個動力儲能顯示的滿儲能 滿了之後走到六至八個月 剛才我提到過 按一下 右下角的按鈕 保持住它 也會回頭 去到原來的狀態 星期日 今天是24日 而這個9點位置 也有個AMPM的24小時顯示盤 整隻錶當然是很帥 但我們先看清楚 仔細的位置 看看錶腳位置 它這個鈦合金的打磨都做得很漂亮 包括錶圈 錶圈也有北京 我們香港市區的時間 是要用來瓶角 試一下這個拉推罐 在三點位置的標關 做了一個拉推罐 踢起了標關 試一下踢起標關 它做了一個拉推罐 不是做螺旋式鎖標關 這支標 配備了100米的防水 也可以游泳 看到踢起了之後 秒針停在北京的時間 就是香港的時區 只要向上轉動或下轉動 我們向上轉動 只要向東京 它就会跟着内置的时区时间 而转动去特朗普的时间 现在我们回到北京也是很方便 按下去它就会回到北京的时间 即是香港时区的时间 标圈位置做了光芯 这个不需要怕刮花 因为做了DLC的硬套层 而标带也不需要怕刮花 钛合金再加上Dulatak的套层 标脚有很多的切割 你看到标脚和耳朵的耳蓋位置 都有很多的切割 花了一些心思去设计 亦是做了噴纱 中间间隔了光芯钛 旁边也做了噴纱的拉丝效果 做了拉丝的不手角 这边也做了光芯钛 我挺喜欢这个脚位 做了很多层的切割 标带也做了很多层的裂 耳蓋也很特别 标带也做了钛合金 也做了拉丝简炮光 打横的光芯 标扣方面 我们看看摺摺式的保险标扣 摺摺式的保险标扣 也是做了钛合金 也有星神Citizen的logo 做了凹凸的颜文 按键打开保险 做了厚桥 当然是一只这么贵重的手标 高端的手标 做了厚桥 看看标底 标底就是做了一个 Titanium 藍宝石的玻璃标面 Ecodrive 也寫了Made in Japan 先看看哪个位置 寫了Made in Japan 也是日本製造的 寫了10个bar的防水 标底的设计是简约一些 一般星神都是简单一些 除了鸡泡鱼之外 整支标看回正面 整支标只是95克 非常之轻身的 量一下标带给大家看一下 标殼甚至乎 标殼是42mm的标径 我计算一下 计算是42.9mm的直径 它就写42mm 厚度是11mm的厚度 寫10.8mm的标准 我计算是50mm的凹凸 我试一下戴上去给大家看 我也急不及待戴上去 很棒 也有夏令冬令时间 有电波接收 可以调节 有夏令冬令时间 可以调节 也是跟市区 有伦敦 很多人移民到伦敦 这里可以看到伦敦时间 好了 这个标带上去很舒适 虽然有43mm 42.5mm的直径 和脱脱 都是大一些 但又不觉得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切割位的问题 很贴手 一只高端的 星神 超级石 超级石 Unit with RiffBull 系列 这个环保概念 那么漂亮的标盘 的手标 建议零售价 香港官网 14500元 猪仔推介 一般市面 我看到 CXX 11000元 有些标普 9000多 也有 但偶尔在日本网站 我觉得不可靠 就写了6500元 不知道是不是二手 好了 那猪仔推介 多少钱呢 7200元 7200元 低于半价 半价就是7200元 那猪仔只有一只现货 配合政府的野兵分 那猪仔今天都会早点走 和老婆去撑台脚 所以今天就不幸運 这就是彩蛋推介 好了 如果喜欢这条片的标迷 就记得WhatsApp给猪仔 也可以打给猪仔 7200元一只 CITIZEN的 LIMITED ADDITION SUPER TITANIUM 希望你喜欢我这只 那么漂亮的推介 猪仔只有一只验货 上个月翻了一只 就交给我订的标迷 今个月又有一只 趁着这个时间 就介绍给大家 今天人少 少点人看 所以就应该 如果真的喜欢 有机会买得到 可以找猪仔 WhatsApp给猪仔 可以打给猪仔 告诉我你喜欢这只 LIMITED ADDITION 是的 You live with bull的系列 好了 喜欢这条片的标迷 记得给个赞给猪仔 猪仔每天都很努力 介绍不同类型的手标给你们 如果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如果你喜欢 贵重一点的手标 特别一点 我相信这只应该是你收藏之列 希望你喜欢我的推介 这只很漂亮的星神 限量版 全球限量2400只 我看到YouTube影片 香港也没有人说 台湾也有 香港也好像没有 不知道我是不是第一个呢 希望你喜欢我的推介 拜拜 拜拜